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一双 今天我过来装一副四联化 啊 刚好上次买了那个 头线仪之后 还没有正式的用过 今天呢 给大家试装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率怎么样 有很多粉丝在问说 龟枣泥能不能吸得住 你看一下它这个前面就是龟枣泥的啊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这个龟枣泥也是一样能吸得住的 而且吸力也是能达到四格的满满的 所以它这个吸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一副四联化 我们试一下用这个 装画神器 爬枪虎 头像银 装出来怎么样 首先 我们装这个四联化 三联化 我们要先确定好它的一个高度 就是说要装多高 这个我们得先提前跟业主确定好 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光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 可以拿一个画上去比一下 给业主看一下需要多高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尺子量一下 这个画是多高的 假如是80 我们把这个尺子量上去 给它看80到哪里 上面需要空多少 是20公分还是30公分 只要我们确定好了这个高度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来装了 它的四联化是装在这个电视背景前的对面这里 这里也就是放沙发的地方 然后我跟业主确认的 装在哪个位置呢 是 你这一块磁装为主 这一块磁装是正对着这个背景前的 所以中心点就取这一块 磁装的中心点 然后上面呢 是空20公分 也就是说这个装上去之后 这里还有20公分的 距离 反正这个已经定位定出来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比较好做了 我们先找一个中心点出来 中心点 我们先把它找出来 我们这个头线也要投的线 并不是说它这个 挂框 挂框的线 我们要投我们打孔的这条线 所以现在我们还得把它这个打孔位置给它算出来 这里是24 24加刚才20公分 就是上面空20公分 那么加上去之后就是44公分 所以我们从顶站量下来 44公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打的这个水平线 要爬我们的水平下 咱们量这个尺寸呢 先找出中心点 现在这个是中心点 然后从顶部下来44公分 然后再找一个参考点 有很多人买了这个机器之后 他说打这个线 水平不是很准 其实我打这个线 我是从来不用看它的水平的 我们刚刚做了两个记号之后 我们这条线打过去 直接通过我那两个记号点 那么他这个线打出来就是 百分之百准确的 我们投这个线 怎么投 怎么投的比较精神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做了一个记号 这里一个记号 然后这里一个记号 然后我投线的话 我就投了两点就可以了 你看 44 44 44 那么这样投出来 他这条线的值啊 你必须要先 先做最少做两个点 两个点的记号 中心点 中心点44在这里我做了一个点 然后我在前面这里 你做了一个点 也是44 然后我们打线的时候就从这条线打过来 打到这个点 再进入这个点 然后他这条线它就值得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尺寸算出来 把所有的尺寸全部 算出来 然后就一次性打过 现在需要量这个画背后这两个孔的间距是多少 然后把它似乎画的间距 还有孔位 全部都算出来 给他算精准了 我一般的算法都是 先算中间 然后再算两边 这样的话比较 好算一点 12 3 好 现在 所有的孔已经 全部 发出来了 现在我们直接打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致性的把所有的孔位打出来 不用说装好一副画 再来两尺寸 再来装另外一副 这样的话 效力太慢 好 现在我们先装好了之后 凉案介绍这个指寸看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好 现在我们先装好了之后 凉案介绍这个指寸看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好 看见到这个 这个是1米191米19 然后这边 这边 也是1米1米19 看来它的偏差 不是很大 但是 我发现了 然后 这些其实它还是有一点 微 很微小的偏差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打断的时候 像这种墙 我们充气稍微打下去 它肯定是有一点点偏的 所以它放出来的 还是会有一点点独差 但是这个我们就 可以根据微调 给它调一下 但是对于这个头像打孔来说 确实是方便了很多 非常的快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头像应该怎么投 因为我好多人买了这款的时候 他不知道头像怎么投 他说怎么投 都是有一点点偏差 所以你头像的时候 你如果要做到很精准 你这里 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点 然后这边做一个点 然后你这个线从那边打过来的时候 你打到这两个点 那么你就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所以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不用耽误很多时间 其实这一块呢 我看了一下有一点点的 偏差 我想拿下来调一下螺丝 但是我看了一下 也不是我打的口外 可是它这个 之前装的时候 它两个装的就是高低不一样 所以反正 这个我们尺寸就算打得再准 它装出来它还是有一点点偏差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要给它调一下 先插4毫米 看一下它这里是 24.2 然后它这边是23.8 23.8 先插4毫米 你说它这个 会不会 会不会闲 它装出来可能有一点闲 我看了一下 只有这一块是有偏差几个毫米的 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都是 比较准确的 因为它这一块 它的螺丝本来就 上的有点高低不平 所以我把螺丝给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它打一下线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水平上啊 误差也是比较小的 我这样装有些人可能说为什么不以这个为中心点 你看 现在我们装出来 是以这个地板的中心点 其实我也跟他建议过说要以这个 孔为中心点 然后这样 往主要伸展 但是他说不行 他就是要以这条石砖 这个砖 因为他的刷发 他规划好了就是刷发就是放这 三块砖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为中心点 其实这个东西 呃 没装之前我已经业里建议过了但是他 他有他的强法是吗 每个人生命光他是不一样的 能装这个话就是 装装业主的意见嘛 他说要行要怎么装就这么装 然后上面的高度 是20公分 然后下面是 剩1米19 他的沙发估计是在 1米到1米1左右 我说上面有10公分但是不要 10公分太小了 最后 确定的尺寸是留了20公分 然后装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